第八屆原住民族Dance竞赛花莉出赛在花莉市中华国销举行 全县国中小47支队伍报名参加 是历届报名数最多的一次 324位原住民族学生在游戏竞赛中同场较劲 战况激烈 选手的实力明显较往年增强 证明族与学习的风气日渐增长 后来县城府原住民行政出表示 为了推动族与传承与附赠工作 女住民族与单词竞赛已经忙碌第八届了 一开始从两年举办一次到第三届开始改为每年举办 去年141年第七届花莉出赛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考量参赛事实的安全 决定停止办理 全国决赛如期举行 县府推派110年花莉出赛获奖的队伍参赛 担任裁判的国宝及族与老师习俊一堂 安华国小树汉兵校长 以父亲国小学压林主任担任多年的主审 本届再获得推选为竞赛主审 掌控全场秩序以及比赛公平性以及公正性 现在许中卫表示语言流失 文化也会逐渐流逝 希望能够透过所有主任们共同的努力 将语言文化带带相传 还感谢所有同学参与以及家长的支持 更衷心感配族与老师 让孩子在预教娱乐当中学习 族与才能够保存持续被使用 今年一共有37校 36校37队的国小 还有9校10队的国中 所以一共有47队 另外有将近420人 我要谢谢所有的同学 能够迈出第一步 更谢谢所有的族与老师的推广 以及背财让我们孩子在预教娱乐 以及在欢喜开心的气氛中学习 当然学习除了开心快乐 要快乐学习外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赛程进入决赛之后竞争更加激烈 前五名国中组前三名 以及并为与别国中组分明国中 格马兰族与国家组织社国小 格马兰与共计十队参加5月27号 28号全国决赛为花连线争取夹击 记得喜欢广赛之道